上期视频呢,我带着大家来到小东江的景区 听说这里面呢,有18个瀑布 但是呢,我只看到目前的一个瀑布 下面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里面真正的18个瀑布吧 围着这个瀑布360度无死角打卡 你看这个水冲刷下来的 它有层次的感觉,像不像高一柳那边岩石的这个样子呢 果然这个石头是红色的呀 这种岩石 跟高一柳的石头应该是一种材质的 都是红色的 哎,这个小亭子还别有一番风味的 南方有一位躊躇满志的少年 啊,不对,是中年 准备在那里吟诗作对呢 走到了瀑布的源头了 就是这个瀑布的水呢 就是从这个山上面流下来 然后一直流流流流过小桥呢 再流到这边 从这个地方流下去了 就形成了一个瀑布 大人老师好可爱呀 他说 走吧,我们上去走一个小时呢 我说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 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他说那我也不去了 我觉得我的腿啊 都能溜细了 你这个姿势好帅呀 山上的水就是从 这条小溪流下来的 我又找到了源头 看来这还不是源头 这叫啊,龙银铺 对嘛,这个才能叫做瀑布嘛 这才能感觉到瀑布扑面而来的 这个流水的声音 虽然有点小 夏天肯定很大 你看它两边的这个宽度 应该就是 夏天的时候那个宽度 它其实就是一条布呀 我发现 上面留下来留到这儿算一条 然后从这个地方 再留下来还算一条 是一条瀑布 九曲了十八弯 所以叫十八条瀑布 看这条小路有多窄 我觉得我走过去刚好 如果来个特别胖的人的话呢 要侧着身走了 他的身体一方都是斜过去的 真的得要瘦子才能过得去啊 这个陡坡也太陡了吧 爬到我气喘吁吁的 这个陡坡 从这个角度望下去 看一下是不是很陡 这个树 大概有一米四 我得弯着腰才能过来呢 以后别再说我一米四了 到了三叠铺了 三叠铺呢 顾名思义它有三叠 一叠 两叠 三叠 这里还有个龙女石 这边呢是龙子石 传说中呢 这条瀑布就是一条龙 刚才我们不是看龙银铺了吗 所以说呢 这两根石头呢 就相当于这个龙的儿子和女儿 在山间嬉戏一般 山里的环境特别清幽啊 富氧离子很高 所以走在这个山间上 你会觉得身心很舒畅 很舒服 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爬山呢 因为它富氧离子高的话 你整个身心都是愉悦的 然后还可以刺激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 听到潺潺的流水的声音了吗 这个瀑布它流下来的话 其实这个水是浑浊的呀 它要经过多方过滤之后 到下面才是清澈的 到了鸳鸯铺了 来看一下 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 有任何鸳鸯铺的意思呀 也没有说有两条啊 所以我问了一下这个大爷 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叫鸳鸯铺 大爷说这个名字是虾起的 还是说 本来那边也有一条瀑布留下来呢 只不过现在水流比较小 所以就是看不出来有两条瀑布了 从那里走过来的 还要爬一段路呢 还要爬一段路 爬过去啊 十多分钟 十多分钟 你还要爬吗 走吧去吧 这好高呀看起来 十二分钟就到了 跟着大海老师 我觉得我肯定会变瘦的 嗯 没有多少台阶了 我觉得这里空气真的好好呀 太舒服了 太仰人了 哎我看到一条龙 之所以叫龙银铺啊 都带个龙字 肯定是蜿蜒曲折的 很像一条龙吧 你看这里还雕了一条龙 看到地上倒了个牌子啊 上面写着龙须钩 就是这个山里面有一条小沟 这也算一条瀑布吗 如果这一条也算一条瀑布的话 大家帮我算一下 今天一共有没有走了十八条瀑布呀 山上掉下了一片叶子 好红呀 跟这个绿色的叶子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来这里买了一瓶水 然后这个叔叔说 他们家的菊原种的菊子啊 在那边 但是很远拍不清楚 十块钱三斤了 这个价位怎么样呢 这可是自己亲手种亲手摘的 是吧叔叔 是的 好吃吗 甜吗 很甜的 一会尝一下 我都流口水了 你想吃吗 你刚才让我转个圈的 你来转个圈 我看一下 太美了 你要转个圈的 吃橘子 Thank you 不错 这个橘子挺好吃的 偷拍大海老师吃橘子 香你的橘子 我告诉你胳膊上挤点这个水防蚊虫的 我都挤到我眼睛里去了 这山里的橘子果然不一样 得到那个大自然的滋养 叔叔这为什么叫什么龙啊什么的 有没有什么传说故事啊 当初开发这里的时候 来了几个学者 啊到这里 按他们的想法来开发的 命名的 对 啊就感觉 那个盘旋在山上很像一条龙是吧 嗯是的 最高顶吗大海老师 真漂亮 这里可以俯瞰下面的 这个小东江 大海老师说再来一下 你们要偷拍一下大海老师 这个就是峡谷的最高点了 有一个亭子叫做万福亭 这里是俯瞰 小东江的 好位置看 看这个位置绝佳呀 哇还可以看到那个大坝呢 船上捕鱼的老翁开始撒网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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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